大家去意大利旅行,有没有去到罗马许愿池,扔个银子,许愿呢? 你们又知不知道原来每年罗马许愿池下面的银子,加一加有多少钱呢? 2万,4万,8万,10万,还是20万呢? 原来这个著名的许愿池每年吸引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到访 相传只要在喷泉里扔一个银子,就会带来好运 所以游客会增相扔银子和许愿 而每年在这个景点的收入,这些在池底的银子,一共有150万的欧元,大概是130万的港元 过去这一笔钱就会转交天主教的前线团体去接济穷人 而最近引发到政普和天主教教会之争 有报道说,罗马市市长想将收入就收归国有 受到教会的抨击,在一片争议之下,始终是让步的 而这个著名的许愿池每年收到的150万欧元的硬币 就会转交到天主教慈善团体名外,用来接济市内的穷人和无家可归的日 其实罗马许愿池是建于1732年,由教宗 Pope Clement十二世去委托建造的 在1954年,永恒的殿堂级男歌星,法兰先立杜拉,拍了一部电影叫《罗马之戀》 英文名叫《Three Coins in the Mountain》 你应该听英文版《Three Coins in the Mountain》 而香港在从前粵语片时代,也唱过这首歌,将它改编成广东话 首歌叫《飞哥跌落坑渠》,1958年,由邓记陈、郑碧景、李宝盈 以及有东方猫王之称的郑冕绵主演和主唱 烹饭歌 靠低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